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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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萬已經附庸 八萬附庸 對,很可憐 最早有十多二十萬,幾萬也有 傳聞說馬錶抽完之後 就配到馬道,這樣跑 那裡也有手腳過 我有聽過,但很難證明 買馬錶,怎樣做手腳 他中了之後,到臨樓尾浸 配到哪一隻馬道,哪一隻中 那你那個馬錶的池有人知道 你就有渠道,但多數不知道 那時候我們也知道 有些人中了頭張馬錶 譬如真的有100萬 那就有人幫你買馬錶 再給你10萬 沒錯… 是嗎 他豁免了貪污或一些錢 就不是反洗黑錢 那時候就沒有所謂反洗黑錢 沒有… 法例也沒有 也沒有這個概念,你明白嗎 你銀行有多少錢都沒有人理會 跟現在你提多少錢、傳多少錢 超過一個銀行,又要登記 有90多元,又要提供來源 那時候買這些馬錶 就是那些貪污的來源 把他洗掉的原因 都是洗的錢 還有做一些黑貨的人 主要就是貪污 那些貪污不是警察部 警察部不需要一個老鳳 那些公務局 其他部門、緝司等 很多… 等於陳奕迅的老爸那些 但為何說他的馬錶很邪呢 我記憶中,沒有多少人中了大馬錶 起到家,壽終正寢 多數都有些就是… 其實說到這個問題 很多人中了這些頭獎、巨額採金 包括美國、英國等 類似我們香港六合採這些 美國鎊土那些 其實獎金是很多 美國的最高是幾億美金 那些最高 拿著那些夠錢 怎樣用呢 有些做新聞的人去追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看到一些報道 就是說,到最後都很坎坷 沒見過的,不說我認識一個人姓盧 他中了一張頭獎馬錶 就開了一間車行在西洋菜街 我也在那裡搭單過 現在說是70年代初 他爸爸原本有一間餐室很穩定的生活 他本來是開巴士的 中了一張馬錶 跟著買一輛車 就不知四條七 三條七,四條七 總之很厲害 不是吧,搞得兩招 連爸爸的咖啡也沒了 那個餐室也沒了 那是甚麼原因 就認識了那些益友 那些損友 那便扣月仔包小三 孤零精怪 那便吃雪茄 即是這個叫李無久響 是吧 所以世間人的… 但是有些人 他幸運中了這些頭獎 也好,六合彩也好 到他懂得善於運用這些… 那當然… 那又沒事的 很多都… 我將一個人的修為… 但是家庭會變化 有些人可能做善事 是吧 家庭會變化 子女囂張、囂車 老婆又斷股 變成很漂亮的傷 這樣我覺得 可能中國人比較多 愛國人… 我不知道,大家文化不同 我們只聽到很多… 例如那些有錢人 人家把錢做一個基金 是吧 那個很後期 是吧 那他會令到你的下一代… 很難散 賺錢沒有眼淚 然後亂睡 你把錢給你子女 即是大有錢人給你子女 即是為社會增加多些罪惡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大哥,那些錢不是辛苦賺來嗎 那些錢… 今天報紙賣就是九龍堂 我們叫他時鐘秘組 時鐘酒店 我剛才給你看到這報紙 他就說他做得好 他將賺了一百多億 現在就一早預定立遺囑 然後就指定他做慈善 現在他的兒子就在高院晴晴 說遺囑確實有效 今天看報紙的新聞 他就批了出來 這個做時鐘酒店真的好做 那些後人都不會欠這些家庭嗎 他就不爭 因為他們的小學人 有留學就剩下的職業 但很多人都不是 我們這幾年都經常見到 羅氏家庭 大哥就是羅氏 現在老太太 幾十歲的人 九十多歲走出來 這個潮州婆婆多厲害 很精神 要鎮住兄弟 英軍 在較早前 新鴻基也是這樣 也是要靠老人家走出來 所以有時候看這些 每個人都幾百億身家 他在那裡欠甚麼 如果以你動色細情的人 你覺得 貪真刺 人的貪戀 不是,每個人都幾百億身家 人的貪戀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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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難明白 就是難明白 世間事就是難明白 是親兄弟 世間事就是難明白 那些高官 搞甚麼 禪劍 那家屋都幾千尺 他不是搞 有些人搞多幾百尺 有些人搞多幾百尺 用來搞多地爐 又有 對不對 人性真的是這樣 很古怪 你一知道人性 你在世情相處 你就會知道 在我們的智慧上 即是我們的智慧 不明白 那你比較高智慧 沒有 我只是舉這些 例如那些小單 沒得說 好像陳廷華 死了之後 女兒和老婆 就在那裡爭 那件事有點內幕 不適宜說 不適宜說 他那件事 我也聽到一些 但也很奇怪 你知道爭你做甚麼 因為陳廷華 香港只有兩三個人 有他這麼厲害 南楓 他為甚麼 有朋友跟他很熟 他曾經試過打蟬七 就中了招 身體很古怪 早上就冷 晚上就熱 忽然 忽然 忍不住 那時徐敬直的兒子 是他的顧問 彪叔 彪叔過了身 徐和德 就來找我 他那天跟老闆說 我問問我師父有甚麼化解 那我寫了四句話給他 這個人是很厲害的 你說陳廷華 陳廷華 我不見他 我寫了四句話給陳老闆 過了一個星期 他就送了金牌給我 多謝我 即化解了 好了 但這個人他厲害得怎樣 他是上海人 如果那些上海鄉里 就跟我們說 他說他在中環逛街 如果見到他走來 他們馬上要過馬路 從那邊走 我問他為甚麼 他說他走在他身邊 我的袋子都會不見得到錢 我不是這麼厲害嗎 他這麼厲害 好了 他很喜歡搞佛 我知道他為甚麼事情搞佛 養著幾個大和尚 就弄了幾千萬 就搞連佛機 我就告訴他下面一個心腹 我們叫老闆 你搞是好的 你念那些東北拉松話 香港的廣東話 後來又不知怎樣改 另外他很誠心 在寫字樓公司外面的大堂 放了很多佛書 就全部鎖了 很厲害 不敗了 鎖了 就這樣 我告訴他 他又撿了一堆 就來送給別人 有一個 但他那條數目是很厲害的 他差不多 他控制到沙發財 整個英國七成的沙 都是陳老闆控制到的沙發財 南風沙床 好厲害 後來做地產 他多到又怎樣 他賣樓 到自己一間財務公司做分期 不想讓銀行賺 他最多貨幣 但我們走回來市場 他做生意 就是有忠誓的 他講過認數的 有時他心腸清 知道你的轉彎位比你更厲害 你買了批貨 虧了錢 他會約你來 又給你一批筍貨幣 所以到後期金融大風暴 最多貨幣是他 最多現金 所以我現在講起 一講起任何一個人 博士也有很多話說 挺厲害的 我剛才只不過說 你看到那些人 你說貪真痴 貪真痴 那你爭產這些 現在說的那些 我們剛才說得出 大家報紙都看到那些 他全部欠的人 本身都幾百億身價 因為他為甚麼 他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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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天性是這樣的 我們人和猴子 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你知道我們印尼 捉猴子 就找一條繩 就是 綁著一個椰子殼後面 穿一個洞 打一個臉 而椰子殼 就放一堂糖 就寧願放在地上 那些猴子 在我出一顆糖 引牠一起伸進那個椰子殼 在椰子殼裏面 一拿著炸糖 就夾到它 他的天性 不能放手 對 他如果放手 就有命 脫失身 即是人一樣 你拿著一件事 就不能放手 所以人們拿著權衛 拿著一件事 你這個要說清楚 你在那装他 你要捉他 是嗎 如果引牠 一拿著糖 他不放手就可以夾到他 他出不了 因為椰子殼 然後洞就小 入面就大 走不出 但是鬆手 你就沒事了 所以你說 圍觀好 做生意好 你到那一刻 你不 好像我們現在說 一宗稽小營 報紙全賣了 就是劉蓮蓉先生 他在澳門搞的地盤 我們在市場收到 我也提過 我有個朋友提他 說 有人說他收刊賣過 或者是肯給他本 那你沒辦法搞 你給他本 你收了就算了 就是拿著 不能放手 收一本 就沒事 那就告人到你 不要狂逆 他也不忍耐王權 西人來 對不對 他自己 最後也出來 接受這個 一周 爆來磨 爆來磨 就是整補他的人 他也呼之欲出 說到明天 還未說出口 是這個 說到出口 那些沒有一個人的事 但我覺得 你事實上就是犯罪 現在是別人的犯罪 他那件事很古怪 他說 他有幾個疑點 讓網友自己想 第一 你給過2000萬票 與他個性的人 要明明知道 不光正的錢 怎麼會簽支票 這個疑點 那就很奇怪 以他的智慧 有甚麼可能 如果開張票 然後給歐盟隆 這個便是首照 去澳門 那些籌碼 不是 澳門認識這麼多人 隨便一個賭廳的廳主 你幫我搬二千萬元 給某人 你倆哪有手照 這裡有疑點 這個疑點 這個真的很奇怪 我知道 你叫那些年 有些通識給大家知道 為甚麼 那些人都在 不是那些年 都是那些年 不是那些年 為甚麼他會簽 就是有人 當時做這宗交易的時間 既然我批這個地盤給你 我知道你有實力才行 你又某軍做 某軍做 某軍做 別人搞 那個買賣的票 一定要由他簽 才行 不然他就擔心 他擔心到尾 反而樓價跌了 地價跌了 但他不是買賣的票 由頭到尾都要簽 但這是美國官 對,他就是要指定 你指定是你出票 證明你是有那件事 但他們的報紙賣得出來 誰指定要出票 我沒有看過 澳門那邊 澳門那邊是指歐文龍 現在被人抓去坐牢 或是歐文龍 來手 交代他的來手 這張票一定會簽 如果別人簽 我不相信 你簽了 到時空投資票 淡票 你明白嗎 但這個要說清楚一點 將票是給歐文龍的 那個是賄款 那間公司 那間公司 是賄款 你明白嗎 但為何要給他 要他開票 令到這位歐姓官員 知道有料 我才可以方便你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世間的人就像猴子一樣 你不肯鬆手 那你就難以 這又是寓意深刻 所以他在印尼捉猴子的方法 我們是第一次聽的 印尼捉猴子用椰子殼 椰子殼 放糖 你一伸手 你一伸手就夾住你 他的手不放 你一放 那個殼就夾不到 那意思是 你拿到一些 人性也是一樣 你一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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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人性 我們以前 但有時你做生意的人 當然是貪得無險 哪有他做生意 說我嫌少賺錢的呢 這就是 你的修為 還有家山有沒有天有眼 家山有沒有福氣 那個量度 真的捨得 但他不明白我 有時候你捨得會多了 我們有時候古人有一個叫鄧通 你知道嗎 鄧通 鄧通是同山 鄧通 他有辦法的 鄧通有辦法的 鄧通有辦法的 是甚麼呢 他就是絕勇骰智 是 舌頭的 舌頭的 石崇富貴 扮丹窮 祖運甘羅萬太公 彭祖壽長 銀子短 六人都在五行蹤 這就是 叫一個人 你到達高位 你真的如早退 當時我們跟那些老司忽 我有一陣子很喜歡 有些老司忽 我跟他喝咖啡 很多都很有名 但不開名 有些人不在 我們在西邀 不是 我們在西邀的大老闆 以前有一個大環頭 在港島區的大老闆 一收到風 艾絲絲成立 多聰明 找一天落監 走去大地 那一天 把招皮問詞句 老母自己擺定 他老母動線一線 躺在那裡 是人家看得見 他剛才倒閉 他當是收間 走出來 就躺在那裡 然後就躺在那裡 然後就叫霸車入醫院 入醫院 無厘頭 你住了一頭半個月 接著就打指食糧 吃醫生糧 自己擺招皮 人家都會摔傷 這裡真是高 有些人… 有些人是李祥魯 你得到思考 你… 我快點走